当今世界现役战机最先进的为5代战机 但是目前只有中美俄能自主制造 但这些年 很多西方国家直接跳过5代机 开始研制6代机 美国作为军事强国 制造出最先进的战机 一点也不奇怪 相对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 自主造出5代机 确实让很多人改变了以往的刻板印象 去年歼20这个战机 就是服役空军 成为全球第二个5代机服役的国家 但目前俄罗斯还没有5代机正式服役 这也代表一定程度的落后 也因此有人发出疑问 中国战机设计水平是否超过俄罗斯 据报道称 俄罗斯将在今年 结装首架量产的苏-57 同为5代机 苏-57经常被用来与歼20和F-35做比较 在某知名军事论坛就有人提问 俄罗斯是否无法设计出 歼20这样的隐身外形和气动 并表示苏-57在气动设计 机体力学结构 航电等方面 可能落后于中国 众所周知 苏-17战机设计都有个通病 就是粗仓 5代机最起码的隐身外形都做不好 苏-57正面隐身能力绝对差于歼20 但俄罗斯几十年的工业积累不容小觑 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近些年 由于经济原因 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已经力不从心 一直耗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事实上 中国5代机超过俄罗斯5代机这种说法 实在有膨胀之嫌 战机的战斗力要看体系的融合 而不是各参数 所以不好对此做出论断 而且这两款战机最初设计的定位 具有差异 G20侧重于隐身 苏-57侧重机动性 但有一个方面一直是中国战斗机的新病 就是发动机问题 中国的发动机一直以来都遭到吐槽 没有强大的发动机 设计的很多方面都要妥协 去年航展 歼10B是两喷口验证机就经验亮相 表明中国战机的一大新病得以缓解 中国战机虽说发展进步巨大 但在某些领域差距也还存在 还需迎头追赶才是 要是然后 ille they 或屯 要是 要是 海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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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鉄